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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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文丹 文丹 我是文丹 文丹 文丹 今天的影片终于要跟大家介绍 我和文丹的新车 新车 耶 所以,今天我购买了 我购买了 Lexus NX 而且是F Sport 是新车的 设计 我认识是可以的 我认识是有很多地方 但是我们从交车到现在 其实已经过去一个月 我们还算是去蛮多地方的 所以大概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用的感觉是什么 还有哪些功能我们明显感觉到 跟之前租的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真的,有很多机能 我都没有使用 我可以去找大家 我希望大家介绍一下 回到 出票有很多それは零標的 Male 特に尾性能とかは気にして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自分が持つ車となったら穴性能気にし たいなと思ってねまあ色々試しながらね 楽しかっためちゃくちゃそうだってね そもそもナビとか全然違うから全然違う じゃあ最初からちょっと外観からみんな に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レッツゴー今回は 私とるーちゃんにされましたのレクサス NX F Sport型 色是白 很漂亮 写真看了一眼惚れ Rexus Lmark Grill 我最喜歡 Rexus 它是有力的 但 它是很酷 F Sport F Sport F Sport 加速 高速 高速 SUV 大きな車体 セナー 狭い SUV 車高 頭 頭 開き 開き 開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なんと 自動です SUVなので 広いです ゴルフバッグ 何個も詰めます 後ろの部分 スピーカーみたいなのが付いて ここからも音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てます 音ってすごく綺麗だよね クリアな音が なんか効いててね 心地いいです 閉める時もここを押せば 自動的に閉まります 最近の車よく付いてるんですけど これをね持ってるだけで 自動的に開くシステムもあります それもちょっとお見せします 一回閉めます で、運転が身に付けます 今閉じてるんですけど これだけで開きます 車がこれが近くにあることを認識して こうやるだけで開くようになってます で、今ちょっと明るいから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 近づいた時に もうここがね ライトで明るくなります 入るのはこんな感じでーす で、ここ ここシートの横なんですけど すごい見てほしくて これ全部自動なんですよ 基本的にレクサスはこういうのが標準で装備されてます これ何かっていうと 前に行ったりとか 動いてます で、ちょっと配合每個人的身形 還有身高不同 還有自己舒服的姿勢 來調整椅子的高度 還有座位的寬度 3つだけ記憶できるんですよ シートであと 運転がすごい好きなポイントは コックピットみたいになるんですよ ちょっと見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ど 閉めますよ 動いてます これめっちゃかっこいい そうめちゃめちゃかっこいいの 現在我也進到車子裡面了 給大家看 首先是我覺得這車子真的超寬的 因為我們以前的車型比較小 但是換了這個車型之後 就可以感覺到 腳真的是 可以伸到超直超舒服的 ハンドルの操作なんですけど まあここは 音楽とかの音量上げたりとか 音楽スキップとか 電話か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で、こっちは なんかね、モードを色々変えられます 燃費とかこうやって出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こういうモード 車速とか これね、すごい見やすいのよね ちょっと運転も全部 使い切れてないので 今初めてやるのもあるんですけど このモードが 例に沿ってちゃんと 走ってるかどうかを この車がちゃんと検知してくれる 然後跟大家說 我們自己覺得很好的 就是以前我們租車的時候 它的導航螢幕都是在這邊 但是Lexus 就是為了讓開車的人呢 可以更安全的駕駛 看得更方便更輕鬆 它們就是把螢幕建設在上面 讓駕駛可以看前面的視線 跟看螢幕是平行的 ここに エンジンのスタートボタンが 押します はい あと自動的に こういう風に 音楽流れます こちら2画面となっています ちょっと今ね 皆さん見づらい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実際肉眼で見ると 結構はっきり見えてます レクサスのこのタイプは タッチパネルじゃなくて 手元で操作するタイプとなっています それがこちらです 是用這個來操作 就像平板一樣 可以直接這樣子移動 還可以放大跟縮小 まあもちろんね 運転手は操作しないんですけど 運転手が身を乗り出して操作しないで 済むように手元で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でこれなんで2画面なのかっていうと 基本的に道路を走行するときは どちらも地図に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頭に気が向いたときとかは 片方を音楽の画面にしたりとか これまたまた便利なんですよ で右側の方が高速を走ってるときに サービスエリアの距離が常に表示されたりとか あと道路の交通情報が出たりしてます 而且他超聰明的 就是如果有發生事故的話呢 他們也都會顯示在右邊 就來通知我們 因為我們沿租車的導航 如果有些地方在施工 他們不會顯示 但是因為他會顯示 所以就可以幫我們變更方向 带領我們到正常駕駛的路 那大家看出貨面板這裡呢 他們有地圖還有Menu 那我們點Menu的話呢 可以看到下面有顯示很多 那這個目的地位 你可以直接設定回家 然後還有ラジオ跟電視 電視呢我覺得超棒的 因為他的画質超好 そう 本当に驚きました 右邊他會顯示路線圖 那左邊也可以看電視 然後呢 按這裡的話 就是我們還可以調整一下 我們要看的電視台 レストランとか待つときに 車で待つってことがよく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めちゃめちゃ便利なんですよね めちゃくちゃいい 然後大家看左上角這邊 我們現在看電視嘛 那這樣子選的話呢 就可以變成是 藍牙 然後還有像是 ラジオ 可以透過這個直接調整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今回呢 結構運搭が驚きました 意外とルーちゃんが 使いこなってることなんですよね 對 然後跟大家說 我們換這台車之後 真的覺得他的導航非常棒 因為導航會跟我們講嘛 左轉右轉 那以前的導航呢 都會講得比較慢 出門廠商就會開過頭 又要重新找路 但是這個就不會 我覺得這個導航 真的非常聰明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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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気を送り出してくれます 但是 高速乘る時とか このスポーツモードとか 加速をして楽しんだりとか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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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 墨 gigantic 空気 找到 是 海槍 放送 Imagine 玉 invasive personally 超 這裡有聲音 很不錯 真的 音質非常不錯 前面的音質流出了 我就想說 哇 這音質也太好了吧 我就自己慢慢想的時候 聞到說 哇 這車音質真好 原來我們兩個都感覺 當然就是音質真的好 真的很清楚 很像就是在現場的感覺 這裡有車和沒有車 這個車是沒有的 所以 很輕鬆地移動 確實 足上去也不錯 對 很便宜 剛才Ruu 坐在後部座椅子上 咦? 出來了 出來了 調查一下 下一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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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沒辦法從裡面打開 可是可以從外面打開 最近的車 全部都開了 不知不知道 驚訝 大家 最後 很厲害的東西 對 因為我們是買二手車的關係 沒有辦法自己加很多東西 但是呢 這台車本來的車主加了一個文檔一直很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兩個超開心的 這裡有開啟和開啟 開啟啟 開啟啟 它有五輪 不過 後來就一直等待在之後 但這一個空間 對 後部座椅子到這裡 人們也可以看到空間 對 感覺小朋友會超開心的 在冬的星空間 那時候 就像是一種流星的場面 哇 太幸運了 哈哈哈哈 現在 日差很漂亮 孩子們看著日差的時候 可以開啟動 因為有開這個的關係 也會感覺整個車子的空間變得更大 還有這個レクサス的車子 絶対有一個時機 也就是說 レクサス的話 有這個形象 好 那我們就大概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新車 目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滿意 當然因為車身比較大的關係 如果開一些比較窄一點的路 就會比較辛苦 或者是在停車場停車會比較辛苦 可是就是真的很開心 因為車裡面的空間真的太舒服了 然後我們也看留言 就是很多人說 就是我們買修宇車真的是很適合帶小朋友 然後我們也覺得 啊 真是太好了 本來就是為了之後有小朋友的生活買的嘛 所以就很開心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時候也沒有買了 以前也沒有買了 我還想說 那時候呢 就像是拍攝 也一樣 對 對 後來有小朋友們 兩個人 車子 從前來 我們每週一天都走 人生的幅度 確實很大 很棒耶! 想像熊本的! 真的想像熊本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我們會再回應大家 那謝謝大家今天也看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期待接下來可以拍很多去各地玩的 跟大家看 很多東西 去看大家! 大家可以看你們的! 那麼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